訊號不太好 Hello 八代 Civic 八代 九代的車友們呢 大家好 今天下午呢 又剛好有空檔 來跟大家做一下 安裝避震器的直播分享 我們是KT避震器的製造的工廠 那今天要安裝的車款呢 是CIVIC的八代 這台呢 是一年款 然後 1.8 升的 安裝的版本呢 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還有要加裝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那在這個社團裡面 其實車友們 很捧場 很謝謝車友們那麼捧場 那今天的安裝的 道路版避震器呢 其實呢 也在那個社團裡面呢 已經分享過好幾次了 安裝的版本呢 都一樣 那我們呢 還是藉由這個機會呢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KT的這一系列的產品 好 那CIVIC的八代跟九代的前面呢 它的上座呢 是在前檔玻璃的下方 所以一般來說呢 像是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09年之前的避震器原廠的上座呢 還蠻容易會壞掉的喔 因為後來09年之後 有小改款 零件的話呢 就都有改善了 那這個避震器的上座呢 如果改裝之後呢 KT的話 我們就有附一個上座 而且這個上座的軸層呢 我們使用的還是 是日本KOYO的軸層 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呢 不用煩惱 是09年之前的CIVIC八代 或者是09年之後的 反正 呃 上座壞掉的話呢 也都沒關係 換KT的避震器呢 這些的零件呢 我們就都有附了 那這裡有噴一點白色的東西 好 這個呢 是因為我們很清楚呢 八代呢 它的前檔玻璃的下方 如果測試長廳外面 或者是居住的地方呢 比較經常性的下雨的話呢 在這個上座呢 比較容易會積水 會生鏽 所以我們噴塗了一些 呃 白色的防鏽油 那上座的中心點 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LOGO呢 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往H的方向 這地方看不到 往H的話呢 它變硬 往S的話呢 就是變軟 而且八代呢 跟九代 它這裡其實有做了一個維修孔 我們把維修孔把它打開呢 從這裡就能夠調整到主尼的軟跟硬了 算是相當的方便 那拆裝方式的話 因為每一個師傅的手錄啦 一般台語講的手錄沒什麼一樣 所以有的呢 是不需要拆上布的 那有的話是習慣呢 把這些擋板都把它拆掉 那我們拆裝了八代的數量還蠻多的齁 所以我們拆裝這個擋板的時間呢 也還蠻短的 所以 呃 師傅的話呢 剛剛就把這些雨刷的擋板呢 都先暫時先把它拆掉 那也比較方便呢 這三顆螺絲的鎖附 雨刷也可以上了 雨刷也可以 啊 雨刷這裡有一個記號的地方 等一下就放在這裡齁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它下部避震器的部分 這個一般的道路版本 我們前面呢 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7公斤 後面的話是6公斤 那預計今天的車高呢 前面大概是兩指半 後面的話呢 是兩指幅 那當然啦 像這些的ABS感應線 油管固定架 這些的位置呢 一定都得符合呢 呃 安全呢 相關的規定 那車高的調整呢 呃 KT的版本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 它是靠桶聲可調的 我們把這個銀色的齒輪狀托盤呢 把它旋鬆 大力敲鬆之後呢 它的桶聲是可以旋轉 我們把它往下旋轉 它的長度變短 車高呢 就會變低 那相反的車高就變高 那這一套的版本呢 最高大概可以到達 呃 接近三指幅左右 最高的話可以接近三指幅 那最低的話呢 大概輪胎跟葉子板是切齊的程度 那車幅的話 其實也已經有改裝了 這個算是呃 盤進加大的加大碟 欸 這個是逸領的齁 逸領的那個來臨片 然後輪胎的跟鋁圈的話 都還是維持原廠16寸 205 55 16的規格 好 這是前面 前面的用料我們還沒介紹欸齁 我們避震器的用料的話 剛剛上座有提到過了 上座是使用日本最棒的KOYO的軸層 那主尼油的話呢 是使用一整桶從意大利進口的IP的主尼油 IP的油品呢 它不是授權來臺灣呢 來再做一些混裝的油品 是直接從意大利進口的油品 然後它的穩定度啦 消耗性啦 種種表現 耐抗衰退性都相當的不錯 還有油封的話呢 跟日本的TEAM是使用一樣的 都是使用日本最大的油封的品牌 是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耐用度相當的不錯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後面 後面的話呢 它的阻尼調整呢 就是在後行李箱裡面呢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下部的部分 它的彈簧 可以看到它的彈簧呢 陷阱 它的寬度呢 比較大 那這個彈簧呢 還有調整機構呢 其實是為了這台車呢 我們所開發的所有的零件 譬如說這個調整機構好了 它的上方呢 這個是一個倒三角形式的橡皮 那這個調整機構呢 鋁製的調整機構呢 就是要框住這個橡皮呢 做一個專用的 然後這個彈簧的下方的下進呢 它就是要合上它原廠的橡皮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所以這整個規格呢 都是針對FD的車系 就是喜美八代的車系呢 設計成專車專用的規格 包含這個防塵套呢 也是一個家常的形式 那這個防塵套呢 一般來說 如果防塵套的規格呢 比較沒有那麼吻合的話 在這個上方呢 通常會有生鏽的狀況 那這個防塵套 當你車高降下來之後呢 它會延伸到這裡 會對最需要保護的軸心呢 做全面性的保護 所以這個防塵套的效果呢 相當的不錯 那至於安裝上呢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安裝的技巧呢 每一次在KT的直播影片當中 每次都會提到介紹的就是 它的彈簧呢 千萬不能壓縮 預載過多 它跟摩托車的形式呢 是不同的 它的長度呢 假設這一條長度是180mm 那它壓縮率呢 只有3-5mm 一點點而已就夠了 如果師傅的話 把統身調的太短 那它的彈簧就預載過多 那怎麼調呢 都會不好做 而且會有異音 然後統身的壽命呢 也會因此而縮短 所以這個彈簧的預載呢 千萬呢 不能預載過多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後輪的話 這一台車呢 它在這裡的話 有一顆偏心螺絲 這邊 這個偏心螺絲呢 它是在調整後輪速腳 投影的角度 可是呢 當我們車高降低之後呢 它的後輪的角度呢 是會變成是像這樣 Camper角度是會變幅度 會變趴的 所以當車高降低之後呢 後輪是有可能會吃輪胎的內側 那吃輪胎的內側 在定位的時候 師傅不得已只能用速腳呢 來調整速腳的角度 讓它呢 盡量不要吃輪胎的內側 但是呢 Camper角度始終沒辦法改變的時候呢 還是會吃輪胎的內側 那這時候呢 要降車高的時候 就會建議車友呢 要加裝這支仰角調整器 它原廠的仰角呢 其實並不能改變角度 那改成可調式的時候呢 這個長度可以改變 所以當這個長度改變的時候 它後輪的Camper角度呢 也會隨時改變 所以當有改仰角調整器的時候 它的後輪的角度呢 就能把它校正到不吃輪胎的程度 所以如果車友們呢 用車的頻率比較高 或者是有要降低的幅度比較多的話呢 我們就會建議呢 在安裝避震器的時候 建議一起把仰角調冷氣裝上去 會延長輪胎的壽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輪的話呢 它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行李箱的內側 我們行李箱內側呢 這個室蓋呢 稍微掀開之後 在裡面呢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方 哇 這裡有點暗了 在這個地方 這裡就能看得到 避震器的上部了 那所以後面的阻尼呢 稍微往後掀之後 飾板往後掀 從這裡呢 就能調整到它的軟硬度了 一般來說呢 我們出廠設定的時候呢 會看車主的需求呢 幫車主大概調到適合的軟硬度 那接下來的話呢 車友呢 這台車不用拆很多東西呢 所以車友可以隨著自己想要的軟硬呢 自己再做調整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原廠拆下來的一些零件 像這個呢 這個是原廠的前面的避震器 剛剛提到過的 前面的上座呢 比較容易積水啦 比較容易會有損壞的狀況 像這個的話 它下方呢 有一個叫指推軸層 那軸層的話呢 也都是有壽命的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那這個呢 就是後面的仰角了 它原廠是不能調整的 所以改裝之後呢 它是藉由它長度的改變呢 來改變後面的camber的角度 那像這台車 它原車呢 就有配置的HID 所以在仰角調整器的右邊呢 它還需要上部有一個 HID的感應吊架固定點 那這個固定點的位置呢 就是來感應車頭燈的相對的高低點 所以需要有這個固定架 才能夠固定這個感應吊架的位置 那八代其實在板上有分享過很多次的啦 那今天的話 針對那個仰角調整器的話呢 有再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板上的車友呢 一樣是開八代的 有問題的話 很歡迎呢 現在呢 在線上呢 立刻發問 我們會把鏡頭呢 帶到大家想要發問的相關的零件 那至於八代呢 像這一顆的引擎腳 它是一顆油壓的引擎腳 這一顆引擎腳原廠的不便宜 它是一個抑壓的系統 一般來說 如果壞掉的話呢 它遇到比較大的坑洞呢 就會類似避震器有壞掉的那個硬的狀況 所以這一個引擎腳呢 也得要特別留意一下它的壽命 這些都是八代我們常常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好了 今天安裝到差不多告一段落 再來就是要裝胎要做測試 雨刷蓋要怎麼拆 好 雨刷蓋的話 拆法呢 它是第一個這個釋條呢 我們把它拉開之後 它有幾個扣具 來 這裡有一個幾個 像這個塑膠扣具 塑膠扣具呢 全部都拆開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釋蓋呢 往這個方向 往車頭前面45度的方向把它拉開 但是要拆這些釋蓋之前呢 它的雨刷壁呢 它這裡有一顆螺絲 這個應該是14號還是17號的吧 17號的 這個拆開之後呢 再來拆這個釋蓋呢 就能把這些飾板呢 把它拆開了 那裝拉桿的時候呢 這些就都需要全部拆掉 但拆避震器的時候 剛剛有提到過的 每一個師傅的手錄呢 拆裝方式不同 有的是不需要拆這些零件的 好的 今天的那個直播呢 就到這裡 如果車友們呢 有需要試乘呢 請不用客氣 請到我們FB上面的 打上KT Racing的粉絲團 找我們的小編聯絡 那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 nei rehabilitation 完全是一 participation 岂頭的思想 餐不算答應